坦诚宣布4点停班课错了!柯文哲,我已学到一课! 对于今天要不要放台风甲,北北基三世不同调,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重申,原则上北北基才共始绝,太明显跟专业不一样时,还是选择尊重专业,而今早起床看到天气感受是天佑台湾。 中央设资料照 每每面对台风来袭,北北基三世基与共同生活圈,有共识后在对外宣布,不过,昨晚进行决策时,新北市坚持放台风甲,台北市、基隆市倾向维持上班上课,最后新北市率先宣布停班课,宣告进行六年的共识绝破局。 柯文哲上午8时到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工作汇报,结束后帅人事处长程本清,社会局长许立民,教育局长曾灿金,消防局长吴俊宏等人接受媒体访问。 柯文哲说。 柯文哲,新北市府远广大,只有共辽等需达停班停课标准,若能重来一遍,应只有几区放台风甲,应是狗摇尾巴,不是尾巴摇狗。 强调北市府与台大气象团队合作已久,必须尊重专业,否则丧失与团队合作意义。 柯文哲均言,基农市长林又昌也相当犹豫要不要放台风甲,他与林通电话时,则跟林说要尊重专业,他说,北北极生活圈原则上要一致,有不同状况时,仍有不同SOP。 第一,当太明显跟专业不一样时,还是选择尊重专业。 负责协调的人事处长城北青也说明昨天的决策过程,表示北北极三市从下午到晚间不断协调,但新北市有期考量,所以晚间九时率先宣布停班停课,台北市与基农市考量资讯必须更准确,等到中央气象局晚间10时, 发布最新一报时才做决定。 有媒体询问北北极三市互信会不会就此丧失,柯文哲老神再再表示不会,也表示三市人事处长在进行协调时多少或有拉扯,我只是做最后决定。 因今年为选业年,外界质疑首长们放台风假有政治考量,柯文哲说,他至今还没开始选举,连竞选办公室也只有一人,先以市政为优先,选举的事情会等到请假后再用力思考。 不过,英北北极不同调,加上法律规定,居住地,工作的及经过县市宣布停班课时,劳工可不出勤,今天也衍生出各项问题。 有议员接获陈晴,台北市幼儿园聘请的老师,主范阿姨居住在新北市,孩子正常上课,面临园内没有老师窘境。 对此,柯文哲表示,改进是一种文化,每次犯错不要一直骂人家,包括昨天下午四时停班课造成交通大乱,也会写入SOP内,若重来一遍,会宣布晚上停班停课,而非下午四时,我也学到一课。 社会局长许立民表示,昨晚第一时间已与公办民营的托婴中心、亲子管、掌照中心等协调,只要有意愿上班,会依法习语加班费,并合销交通费,教育局长曾灿晶说,保持幼儿园激动人力。 北台湾台风费,新北人别逛街,旅秋远,台北人会嫉妒。 怕考技差,四成八上班族得照长道班。双北休假不同步,让家长濒临崩溃。 霸气放假,朱利伦被赞潇洒的男人。鸣嘴,玛丽亚孔承科骂尼亚风暴。 今日最夯七门流量前三名。四点钟之乱。科认错,学到一课。 马,没想到会选在台风天下手。台湾最素男爱上体育女主播。 下载YarHoo App掌握台风及时动态。US Android。相关新闻影音。